第289章 将军一战白头 岭东之湖的这场战斗始于浮的风暴 紧接着是剑校暴名雪湖浸裂 然后便是鸣枪与暗箭的对决 鸣枪一躲只有宁缺能躲 暗箭难防 夏侯终究是没能防住 夏侯捂着腹部鲜血从指尖鼓鼓的流出 他感受着腹部的痛楚 和那道依然在不停轻乏的恐怖剑翼 脸色极为难看 既然不是刀是剑 那么他很容易猜到 这道如大河自天上垂下 与不可能间重伤自己的剑翼 自然是来自剑圣柳白 看着远处雪湖上的宁缺 夏侯的神情很怪异 宁缺的境界确实不高 但他拥有可浩然一脉的浩然气 学会了颜色的符 手握着书院的剑 继承了连生的意识 甚至现在还拥有柳白的剑翼 一个修行者居然能够身兼如此多的手段 而且这些手段无论正邪 都处于世间最巅峰的那个层次 实在是世所罕见的现象 书院老实 可浩然 颜色 现在又多了个柳白 你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 还藏着多少人的杀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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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所有的人都想杀死我 夏侯疯癫一般 力声狂笑起来 宁缺 看着远处的夏侯说道 所有人 都想你死 那就说明 你该死 白痴才会这样认为 夏侯的笑声皱脸 脸上毫无情绪波动 默然的说道 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判断我 该不该死 你不能 那些家伙 也不能 哪怕所有人 都说我该死 只要浩天 还肯让我活着 那么 我便将 永远不死 宁缺醋眉 他并不知道 两年前的春天 朝小树在春风亭血战前 曾经在红袖招里 对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他只知道 此时的夏侯 变得有些不一样 夏侯深深吸了一口气 一道极为寒冷的气息 视力他的身体 然后迅速重新 脸入肌肤之下 湖上的积雪 仿佛感应到了 这股气息的恐怖 胃切地向四周散开 这道血线层层叠叠出现在湖面上 就如同是洞宁的浪花 黑色的长发 离开了躺屑的尖头 在夜风中漂浮 夹在其间的竖镜白发 随风一摇 顿时把周围的黑发 尽数染上双色 紧接着 夏侯的脸颊微微下陷 急速瘦了下去 而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气息 却没有丝毫的减弱 反而显得愈发的强大 丝丝的声音里 他身上残破的衣衫碎成碎片 如雪花般喷向四周 露出他强悍的赤裸身躯 站在雪壶上 变像是一个铁人 便在这时 很奇异的画面发生了 赤裸的古铜色身躯上 有超过数百处的伤口 这些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合拢 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 强行镇压住了所有的伤 这道极为鲜活的生命气息 瞬间填满了下后 剑合的真气池塘 将已然是千疮百孔的 经脉经壁 修复得完好如初 经脉甚至比先前还要更粗 随着他的呼吸轻轻扩张收缩 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自古名将如美人 不许人间见白头 今夜夏侯在一呼一息之间白头 那些雪 还有湖水上的冰块 都开始恐怖不安起来 黑色的头发 代表着健康与生命力 瞬间变白 原先附着期间的生命力 不知去了何处 夏侯的脸颊陡然受血 那些血肉又不知去了何处 宁却警惕地看着远处 因为夜色太黑 他只能隐约看见夏侯白头 却看不到更多的细节 也不知道夏侯身上发生了些什么 石海深处的几块意识碎片 微微发亮 他不知为何 便知道了 这是一种魔宗的燃烧生命的战法 夏侯瞬间失去的那些血肉与健康 都被此人用那种战法 转换成了鲜活的生命力 和新生的磅礴真气 明宗之所以被视为魔宗 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极为残酷恶劣 除了残忍的选财环节之外 更多的便在于魔宗山门里 有无数邪恶英晦的功法 比如连生的饕餮大法 需要把修行者生吞活泼 那是何等的残忍 夏侯此时身受重伤 尤其是腹部的剑伤 尤其重 在这种生死利剑的时刻 他会使用魔宗的邪恶功法 并不会令宁缺意外 这种燃烧生命的战法 必然对修行者自身 会造成极为恐怖的损害 夏侯今夜白头而战 那么即便他能够获胜 只怕也活不了数年时间了 宁缺很清楚这一点 更清楚 魔宗强者的搏命一击 将会是多么的恐怖 但他不准备退让 因为他要夏侯 今夜死 便不想让夏侯 再看到燕明湖的晨光 雪湖上 骤然响起 砰的一声爆鸣 空气轰然散开 那无数道血线 被气浪吹得碎如粉末 原本站在此地的夏侯 瞬间 穿越了湖上那些粉末般的雪 掠到了宁缺前方的夜空里 一声爆喝如雷 双手握枪如同握着一根铁棍 蛮不讲理的向着地面砸了过去 寒风呼啸 湖面上的雪疏疏滚动 破开的洞口里 湖水惊骇翻滚 宁缺 重重的一塌颤抖的冰面 身体骤然一震 双手之刀跃至头顶的夜色里 向着那个天神般的男人 砍了过去 夏侯面无表情 脚踩雪花 铁枪一横便砸了下来 这道铁枪上 运着他以燃烧生命为代价 换来的无穷力量 宁缺哪里能够抵抗 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月之夜色里的他 瞬间以更快的速度 向雪壶上跌落 铁枪不再在夜云与山崖间飞舞 而是紧紧的握在铁手中 在或许是人生最后的一场战斗里 夏侯 这位背叛魔宗数十年的强者 最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世界 力量源源不绝 展现出了正宗魔宗强者的风范 此时的夏侯就如同一座从天而降的山峰 而宁缺就像是山峰下的一颗石粒 只能被碾压成碎粉 夏侯爆喝一声 脚踢夜云 举枪再打 宁缺 艰难地举刀在挡 七浪四处建设 宁缺下坠的速度变得更快 如果就这样落在冰面上 就算他能躲过夏侯接下来的铁枪 只怕也会被活活地震死 然而 不知道是幸运 还是他跃至空中之前 便提前做好了计算 他坠地之处 恰好正在连田里 连田里有数十个先前被小铁壶炸开的洞口 幽黑的洞里 湖水在悸动不安地摇晃 上面飘着薄薄的心凝的冰膜 扑通一声 宁缺被砸进了寒冷的湖水之中 溅起一盆浪花 一道暴风席过 夏侯毫不犹豫地手握铁枪落进了湖水里 四处乱飞的雪缓缓落下 夜色下的燕鸣湖恢复了安静 再也没有雷鸣般的刀枪撞击声 湖面上也看不到那些 两个舍生忘死薄命的身影 连田里那些洞中传来湖水荡漾的声音 仿佛变得比先前还要更加寒冷 湖南岸山崖上的桑桑 艰难地从大黑散下爬了出来 看着幽济可怕的东湖 苍白的小脸上染着血 还有最深的恐惧与担忧 木桥畔 陈皮皮 唐小唐和叶红鱼 看着幽静的湖面 没有一个人说话 呼吸就如同桥畔的冬日芦苇般 偶有摇动 长久沉默 皇宫中 皇帝陛下面无表情地搂着自己的妻子 李青山和黄阳站在亭中 黄阳的右手轻轻离开谷中 终在雪中沉默 雪桥前 许世银白的眉毛 在夜风里漂浮得愈发狂乱 盘膝坐在桥上雪间的二师兄 却依旧低着头 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东林里 浑身覆盖着雪的哑巴僧人 自然沉默 然而林间一直悠悠响着的缠声 仿佛也变得比先前要小了些 城墙上大师兄和耶稣 看着燕鸣湖的方向沉默不语 二人身前墙头上的积雪 不知何时已经散落至城墙下的民宅里 整座长安城都沉默了 这座长安城里的人们知道 夏侯和宁缺这个时候 在雪湖冰面之下 在寒冷的水中进行着追逐或者是厮杀 然而没有一个人知道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雪湖之上响起了一道声音 这道声音像是一扇陈旧的木门被缓缓打开 又像是沉重的石桌被人在地面上拖动 很轻柔的一声支鸦 却是打破了整座长安城的沉默 雪湖上出现了一道隆起 紧接着支鸦之声变成磕啦啦的巨响 燕鸣湖的冰面不实地攻起 然后落下 似乎有只无形的巨手 在不停地从下方的湖水里拼命地敲打 想要把冰面砸穿 极厚的冰层像伤口般被巨大的力量震至翘起 碾压到旁边的冰面上 湖水不停地翻滚 发出海啸般的声音 先前幽静的湖面 骤然间变得极其恐怖 排山倒海 风暴不止 一道黑影从冰面的裂口里 急掠而出 然后重重地摔在雪间 那时宁缺 他身上的黑色怨服早已湿透 被撕扯得快要不能遮体 裸露的身体上 满是斑驳的 无法被湖水冲掉的血色 他没有片刻的停顿 向着山崖的方向 急掠而去 不过片刻 黑色的怨服表面便开始结冰 然后与先前湖底 黑色而寒冷的世界相比 雪湖上仿佛便是浩天的花园 逃命的奔跑中 宁缺想起了那位提前回到浩天怀抱的朋友 心想 小黑子 你的情报果然不能全部相信 夏侯根本就不怕水 说来也对 即便他不会游泳 但一位武道巅峰的强者 又怎么可能被水淹死 便在此时 他身后想起一道巨响 湖面厚实的冰层被直接掀起 寒冷的湖水 漫上湖面 巨浪如雪 似要淹没整个世界 恐怖的雪浪里 出现了夏侯如海中夭兽的强大身影 他虚踩着寒冷的湖水 一掠便是十余掌 一枪砸向了宁缺的后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